电影哈利波特中快速冲进月台柱子里 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车站来到魔法世界 现实中也有网友坐火车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神秘车站 这位网友搭火车上班 咳睡从上升醒来时已经过了终点站 但是火车继续往前开 难道是来到不该来的地方吗 车上都是不同世界的人 车停好他探头一看 发现自己居然到了阳光小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光业台只是提供我们员工上下班通勤在用而已 所以里客室不能进来 应该在潮州站站务人员他们都会去巡检 台铁员工仔细检查每节车厢 就怕又有民众不小心睡过头闯入禁区 原来隐藏版阳光小站 就在屏东潮州站南方两公里处 是潮州车辆停放基地 为了台铁员工通勤方便 设立简易的小月台 没有检票口也没有回程车可以搭 我们发现以后呢 就由我们潮州基地的值班站长呢 开自己的轿车呢 把他送回潮州车站 列车缓缓开进月台 空荡荡的车站没有半个旅客 台铁取名阳光站 一方面是因为南部阳光很大 不过也希望每一个员工可以开心上班 所以阳光站后面还有一个不存在的微笑站 但是阳光小站不对外开放 民众想要一探神秘车站原貌 恐怕要大失所望了 记者庄玄成许志成 SNG小组屏东报导